素素饱饱 头好壮壮 附录 二 小说及论书的文证 周五帝好食鸡卵 一食树梅 死后被遇促用铁梁压制剖鞋 鸡子全出 可食于胡 明报记周五帝 又有十三岁小儿 尝到别家鸡卵食之 某日 被引至城北门内 地阶热灰碎火 身材梅怀 而呼呼叫 走赴南门 垂直而闭 又走东西北门 一阶如是村人接线 此儿在田中提轿迟走 其父大声呼其名 成辉呼不羡 是知 其足半径以上 血肉桥前 其膝以下 红烂如智 报归养辽 碧肉如故 膝下碎未枯骨 明报记随记周小儿 鸡卵四世一般食物 为何爆罚如此惨酷 且不分帝王 小儿 良真地义显时论云 一切出卵不可食 皆有子也 卫夫之卵 仍有生命 食之急等于杀生 唐怀信 世门自尽路 卷下害物伤辞路八 之盾 以为 鸡卵受气魏族 魏飞有命 严实之无罪 其师借宿之僧 横长会立 顿快便直言 师莫能屈 诗记王后 呼腹渐行 取鸡卵 对顿至地 乃有鸡除从卵而出 飞翔饮拙 顿意稍宜 未能全己 后富玉时之 遂梦有夫妇二人 胡贵贤鸡子 从顿前寇破 皆有白衣儿 从内而出 决以 身自悔则 殊食终身 一生多食 累积杀业 生前疾受娇热的欲之苦